Hello,今天的不专业香品为你带来的就是 Chloe她们家最新推出的Chloe Natural这一瓶香水的不专业香品 如果你有在关注这瓶香水 想要听一下我的不专业香品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我相信你们也是蛮期待这瓶香水的吧 那她一推出的时候呢 我已经下单订好了 但疫情期间嘛 近期所有的包裹都是delay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也等了非常久 总算呢,是收到她了 那看到Thomnel你也知道 我今天不单会来分享这瓶香水的气味 同时呢,我也会为你比较到新的这一瓶Naturel 算是...也算是一个绿色调的丝带吧 和他们之前现在很多人心中的遗憾 已经被停产的绿丝带 到底像不像呢? 它能不能成为大家所爱的绿丝带 这瓶香水的代替品呢? 这个我会放在影片的第二部分来分享到给你 我们先来聊聊这瓶新香水的气味吧 Chloe这瓶新的Naturel香水呢 绝对是一款大众讨好度极高的香水 我甚至可以很大胆的推测 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个香气 我相信男生也绝对不会抗拒在女生身上 闻到这个气味 上班通勤 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到它 买到它,用到它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 它会成为我另外一瓶非常好用的无脑香水 尤其在春夏天 甚至初秋我觉得都OK 只要气温不要太低的情况下 这一款真的随便用 随便好闻 香气的一开出 你就会闻到一个让人非常舒服的 很容易接受酸色感并不强 但是很清新的一个柑橘调 再加上黑醋粒的果香调 接着中间的这一个淡淡的 我觉得是 我感觉是那种很淡很淡粉红色的玫瑰 或者是那种白玫瑰 你知道那种花瓣上面都轻微带有绿色的那种白玫瑰 而且是小颗小颗的 野玫瑰感觉的一个玫瑰花香气 再搭配着轻微的 我觉得并不会很明显的 橙花油 尼欧里的花香气就出来了 它会马上给到你一种 非常有亲和力的 斯文的 有气质的一个女性形象 然后在你喷上的一个多两个小时开始 这瓶香水的尾韵 是一个很干净的雪松 再加上寒羞草的木质调 我觉得它是男生很容易懂得香气 要送女生礼物的话 我觉得这瓶啊 不管是喜欢女性化香水 还是喜欢一些偏中性香水的人 应该都不会出错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么的满 全部都是赞美支持的情况下呢 这瓶香水在我心中还是有着一个缺点的 它很讨好 但是它也蛮普通的 就你让我说 有没有找到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香气 我不敢说有 我可能也马上想不到 但是我会觉得这种香气 在很多香气当中 都会给到你类似的氛围 尤其你去寻找一些轻微带有 带有露水感啊 带有淡淡的绿意的 这一种玫瑰花香气的香水 这个气味 这个香水给你制造到的形象和氛围感 真的还蛮普遍的 所以你说我买了它 后不后悔 不后悔 我绝对能找到很多用上它的机会 而且我感觉和他们 Chloe整个同名系列一样 它绝对是一个很安全很讨好的香气 而且再过五年更长的时间 我觉得它的香气都不会过时 而且也很大程度的 很符合到亚洲女生的审美 只是我觉得它的香气欠缺了一点性格 欠缺了一点特色啦 所以用上它的时候呢 真的不妨可以搭配一些木质调更浓的 甚至是一些带有药杆的香气来叠穿 为这一瓶香水制造更多的记忆点哦 那听我聊到这瓶香水的气味 而你又拥有Chloe他们家的绿丝带的话呢 我感觉你基本上已经可以了解到 或者感受到这一瓶香水绝对不是绿丝带的替代品 它们虽然都是一个绿色调的丝带 但是它们的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绿丝带的整体香材或者气味上面 都会比起Chloe新的这一瓶Natural的香水 复杂很多 香气的层次上面也会丰富很多 那Chloe的绿丝带最最出名的 大家最喜爱的最追捧的 就是里面玫瑰加广阔香的组合 也是这一瓶清新调的玫瑰香水 自带的一股药杆吸引到了很多人 整体来比较一下这两瓶香水呢 Chloe新的这一瓶Natural的香水 它是一个非常清新调的香水 很适合在春夏天去使用 而Chloe的这一个绿丝带呢 它虽然也是标榜一个比较清新的香气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 因为里面的广阔香 我觉得在尽管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 穿上它也很合理 从香水的开出 新的这一个Natural 就会有着一个明确的果香 还有清新感的 而Chloe的绿丝带呢 开出就已经是一个带有药杆的玫瑰 再来Natural香水的整体主干 就是一个玫瑰 在配合着黑醋粒的香气 而绿丝带的主干呢 就是一个玫瑰加广阔香 所以是一个药杆玫瑰 木质玫瑰的香气 最后尾掉的时候呢 新的这瓶Natural是一个很干净的 很清淡的雪松加寒羞草的木质调 而绿丝带呢 会是一个广阔香加琥珀加香汁 这一些是一个带有苔藓调 绿色调 湿润的涂氧气的一个收解 所以从头到尾它们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香气 所以我感觉你喜欢绿丝带去买它你会失望 相反的喜欢这一瓶新的ChloeNatural的人 也不一定会喜欢Chloe的绿丝带 Chloe的这一瓶Natural的香水 它是一个更适合那种邻家女孩感觉 很年轻很有亲和力 然后话不多 斯斯文文的乖女孩的一个香气 而Chloe的绿丝带呢 却是一个我觉得更有性格 更特立独行的 更有干恋感 有冒险精神的女生 会喜欢的气味啦 那最后来说一个我发现到的吧 就是呢 Chloe是不是有聆听到大家 对她的投诉呢 她们新的这一瓶Natural的香水啊 上面这一个银色的盖子啊 外面是包了塑胶的 然后瓶身呢 也没有了那个纯银色的盖子 这个呢 和它们就是绿丝带 瓶身上面也一样没有那个银色的盖子 但是香水的瓶盖呢 还是这种纯银的金属 新的这一瓶香水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 它有任何氧化的问题了 不过氧化的问题 其实也不用太太担心 像我这一瓶之后 补获的绿丝带香水啊 我都不太舍得用了 因为我再也不想用草卖的价格把它买回来 我都会放在纸盒里面去保存 这样子的话呢 它氧化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的严重 另外如果真的氧化很严重的话呢 我看到网上的分享是 用牙膏去涂抹它 那个氧化的部分就可以完全的弄干净了 也分享到给你咯 好的 这个呢就是这一次 Chloe她们家新的这一款 Natural的香水的不专业香瓶 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去尝试过这瓶香水呢 你试闻过的感受又是怎么样呢 又或者说Chloe她们这条同名香水线当中 你最喜欢的香气又是哪一个呢 希望你都不会吝啬在留言栏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讨论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